我花了一年的时间 找人修建了这座校 喜欢吗 喜欢 这儿真不错 咱们要在这儿多家多久啊 咱不回去了 不回去了 你说的话都对 你我二人 的确不平安 所以 你只会成为一个好的皇后 不可能成为我的妻子 只要你一天是皇帝 你就是我的主宰 而爱的记者是平等 你是皇帝 我是皇后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平等 除非 你从现在开始不当这个皇帝了 你能吗 那些话 不过是我几年前无心说的话 皇上你不用放在心上 五年前 我也是真的无法阻挡你所说的 我出生于帝王之家 一生下来 就肩负了不可推卸的事 要完成先祖的遗愿 平定安保 问顾证据 我一直以为 我这辈子 会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好皇帝 可是 你是你的剧动 但我遇见了你 你不会是要放下皇帝不做 要和我私奔吧 不行 不行 其胜你别闹 遇到你之后 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 现在国泰明暗 我已终于盼到了七号长大 昊儿天资聪颖 小小的年纪 就深谙知识之动 实在是我的福气 如今 我已经安排了心腹 会好好辅佐昊儿 我也可以放心地 传位给昊儿了 我 你不需要再有任何犹豫 只要告诉我 你愿意 还是不愿意 我当然愿意 几年前我就把这些事情 都想明白了 我这小半辈子 一直被我这条小命所累 总在为我的身家性命 算计来 算计去 从未认真看待过情 和爱 但是 从你为我挡箭的那一刻 我突然顿悟了 人啊 一旦心里有了爱 便什么都是复原了 你还记得在复原寺 我曾许下的愿望吗 你当时说了一句 我不太能听懂的话 这次来庙里 你想求什么 求我身侧之人 与我所求相同 庞庞 那现在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我做 你以为握着谁的手 不放松 回忆的钟 搖擺着我